原标题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性错误,离美国发出的让全世界都不许购买伊朗石油的江湖岭还有不足20天的时间了,美军的这个严重战略失误变得越来越明显了,随着伊朗导弹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完成作战部署,美军第五舰队停泊在波斯湾海域的近40艘个型舰艇,很可能会成为梦中之鳖,一艘都跑不出去。 众所周知,伊朗武装力量对付美军最大的三首锦武器,就是其强大的导弹部队,伊朗次两月战争结束后,并没有盲目跟风向其他中东国家那样,一根筋奉行着卖石油,买武器,这种简单粗暴的强军路线,而是踏踏实实逐渐完善了其较为先进的各种军工,营制企业。 目前的伊朗武装力量,不仅拥有规模庞大的各型反舰导弹,地空导弹和弹道导弹,其提起考验军空研制技术能力的隐形战机,隐形导弹和核武器都快研制生产出来了。 在海湾地区,由于伊朗控制着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西方国家,赖里生存海上生命线霍尔木兹海峡,虽然伊朗海军并没有几艘大型作战舰艇,但伊朗武装力量科型反舰导弹的拥有量,却是在中东地区无人能比,甚至在世界上也能排进前十位。 这也是美,均频频向伊朗摇晃改来之,而伊朗却毫不予理会的重要因素之一,独断专行的美国这次算是彻底领教了伊朗人的冷酷和强硬。 伊朗武装力量公开表示,如果美国在11月4日对伊朗进行全面制裁,伊朗将下达霍尔木兹海峡锁令,到时候任何船只包括海湾其他国家的邮轮和美军第五舰队, 停泊在波斯湾海域的各型战舰将直准进步转出,如果美军胆敢强行通过,早已把好正式的伊朗导弹部队将迅速预理打击, 10秒内就可打出上百枚个型反舰导弹,彻底封死霍尔木兹海峡,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包括航母、驱逐舰,等陆舰本近40艘军舰一舟都别想跑出去。 巨峰评论,2018年10月14日 巨峰评论,200 d hatten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